好 各位觀眾 在第三回合 橘子熊隊面臨著一個Sam莫典 但是Sam出來 衝對衝 他果然呢 台灣蟲王 非韓國人的蟲王 非火星人的蟲王 他那個毒爆真的操作得太精確了 太可怕 那個毒爆炸得跟核彈一樣 對 沒有Loss標任何一次的感覺 對 好 那現在依舊是一個Sam莫典 橘子熊依舊是派出了Sam出來擋 而他的對手是DS嗎 不是啊 是Neefie 由神Dee Neefie出來對Sam 就算是呢 一解溯源啊 還記得嗎 Sam本來第一站 他在台灣天氣聯盟的第一站 就要對上Neefie 後來因為他從歐洲回來 在大陸 中國大陸上海 因為班機延誤這個颱風的影響 所以來不及對Neefie Neefie說好可惜 他們說好險 好可惜 所以這邊是第一次要來碰上了 在塔達利姆聖壇 一個遠得要命的王國 那我們可以介紹一下點位 畫面中10點鐘的紅色蟲族選手 是橘子熊隊的set 對上的呢 則是在5點鐘放位的藍色神族選手 懷蟲蟲的Neefie的地圖是塔達利姆祭壇 史詩級的超級大圖又是一個對點 哇 這是遠得要命的王國 對 這是最遙遠的地圖 最遙遠的地圖 走過去好像思路一樣 走很久 那這一張圖的話呢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呢 Neefie應該會來走一個冶煉場 然後速開自己的第二片礦 那蟲族的話呢 蟲族應該也是在早期來開礦 甚至一趟線的習慣 這個早期在7分鐘6分鐘之前開三礦 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現在雙方都在做一個前期的營運喔 還看不出來是什麼開箱 不過剩下已經補到14隻的工蟲了 是 我這邊呢跟大家先報告一下喔 這個 華爾斯牌的本季的星海戰隊 或這個 呃呱呱神帝喔 這個 他現在不是可達鴨啦 他現在變鳳凰了 帶領這個戰隊四戰全勝 跨季七連勝 你看 而且他特別 他們也不是說 一路都贏得非常的輕鬆 其實他們本季的四勝裡面 除了那一場3比0 替了熱身光頭之外 其他的三勝都是3比2獲勝 都打到最後一回合 而且這三場呢 他們都是先被人家停牌 有一次是0比2 然後到達 到達耀月太陽神 然後另外兩次呢 都是1比2別人已經停牌了 最後他們是四五兩回合都贏 就是NIFI跟DS 四五兩回合都是NIFI跟DS 所以他們這個 雙主將真的有發揮效用 對 等於是說華奕在這一季 我覺得他韌性是非常夠的 只要你不要一直預測他們 沒有沒有 今天9man就是 9woman 就是預測 華奕斯敗得獲勝 對 那讓我們看下去 好 那我們看一下開局 其實 相當有趣的是上一場 Max對San裸霜 結果這一場 NIFI對San也是裸霜 那剛好是一個對點 所以裸霜其實是很OK的 那反而San這場 人在打的是比較穩健 是先下狗池 然後再下2框 你說NIFI也裸霜 對NIFI剛剛其實也裸開2框 是是是 哇這個神族也給他裸霜下去 對蟲族欸 對啊 怎麼能忍現在San 趕快去開3框吧 對對阿 對阿 今天就說這個 你開2框 我就要趕快開3框 對 你開3框就打爆你啊 對對對 就不要去開4框好不好 對 而不是玩大富翁比誰 框開了很多的 好 那現在NIFI的探車機 已經來到San的家裡了 看一下 他其實現在看到 San的2框的進度 應該就可以猜到San 其實是 這一個 狗池的開局 我們來繞一下 稍微看一下你有沒有下瓦斯 那NIFI這邊 已經開始用一些建築學 來做自己 早期二框的防守喔 不過其實這樣子 神族這樣開局的話 蟲族除了素開3框 還有另外一種想法是 三十宮蟲左右 停宮兵 然後抱一輪的蟑螂 來對神族做一個牽牙 如果神族的建築學 不夠扎實的話 其實也是很危險 好 現在剩一隻在刷工蟲 一次刷六隻 數量已經 反超神族了 會不會選擇 速開3框呢 我們可以看到 神剛好像拉了一隻工蟲出去 是不是要開3框 有嗎有嗎 是異化蟲 喔這隻工蟲 偷偷摸摸的 是不是 哇是要偷3框嗎 偷在 哇今天偷在比較遠的位置 那這樣的話可能是要來防止 NIFI偵查到 那SAN的王蟲 這個時候先 這一隻王蟲主要是看說 神族二框探測機的數量 我如果看你探測機一直補 補很勤的話 那代表你一直補探測機 你神族的兵很少 那我就可以來先抱一輪兵做潛壓 那如果 你探測機二框探測機沒有很多 那我就先不前壓先防守 是 哇 NIFI呢對上這個 SAN喔 就是 未解的 孽緣 本來他們第一場呢 這史上的第一場 SAN的 處女秀出燈板在 台灣電競聯盟就是對上NIFI 但是因為呢 當時呢 台風角局 沒對上 是到了現在要來對決 NIFI其實上個賽季對上蟲族 也經驗很豐富啦 對上過六場 SANTION 3版 那不是 因為這個 不是 白就是MAX啦 對 也只有 對 重做了很多 SAN也沒有對上過 好啊 這邊那麼多是 是雙礦7 這邊下了六個 外面好像還有一個 是雙礦7BG 這有點類似單礦4BG的 Double版 加強版 加強版啊 對 這2.0版 對 對 這個兵營下這麼多 然後剛好SAN一直在刷山礦的工蟲 所以你可以看到SAN現在的兵力 就只有56隻工蟲 跟4條狗 跟4隻媽媽 哇 SAN這邊會不會非常的空虛呢 這邊如果NIFI可以抓到一個 重組的空窗騎士非常有機會 但是如果這一波讓SAN守下來的話呢 SAN就有優勢了 是 所以待會 現在大家可以注意到 左邊的時間點是7分52秒 差不多在8分半到9分左右 神族應該就要出門了 SAN的三礦也下得比較遠喔 因為本來那個位置是有石頭的 不要浪費時間去咬石頭 所以它的三礦其實是 還比較不容易守的 因為離主礦不遠 對 不過它好處是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比較不容易被發現 疑慮 不過SAN現在也是要爆兵 你可以看它在架裡面又下了一個 多一個孵化鎖 這樣有多餘的蟲卵 然後蟑螂蟲草也要好了 現在SAN應該開始在爆兵了 它一次刷大量的異化蟲 所以NIFI的動作要快了 對 這個時間一分一秒的流逝 如果現在這波打不下來的話 SAN就優勢了 NIFI要爭取時間 現在過去了 好 追獵出門 追獵 但是沒有狂戰士嗎 這麼多的異化蟲應該要傳一些狂戰士 在前面當肉盾 好 我們可以看到NIFI果然是 馬上傳了一輪的狂戰士 但是狂戰士好像在後面 走比較 發現這個三礦了嗎 分兵喔 好 拉三隻狂戰士打你三礦 主力部隊 三礦是只有一點點異化蟲在手而已 對 NIFI這個動作相當細膩 也是相當的漂亮 現在正面拉到一個角落 漂亮的立場 隔開了 但是可以注意到SAN的人口數是領先 快30喔 對啊 這個畫面的右上角 SAN是紅色的 103 NIFI是72而已 現在就考驗重足的 考驗SAN的爆兵能力 選擇正面來打你的三礦了 所以SAN他的人口數其實很多的是工兵 對 很多是工兵 可是現在已經領先 SAN已經領先50人口了 手這麼快 手速這麼快 好 拉工蟲 工蟲出來咬 然後後面的零星的部隊也上一個包夾 但是這個數量夠嗎 閃線 跳走 然後跟後面的狂戰士做一個會合 對 它要跳離開重開對不對 對 你可以注意到SAN也是很心理 馬上把工蟲拉回去繼續採礦 這個還是要賺錢的 不過剩一個漂亮包子 這邊也有蟑螂 後面也有蟑螂 但是這個追劣數量也滿多的 NIFI能不能夠利用順移追劣的操作呢 蛤狗又來 夜化蟲又來了 往後跳 但是這一波是守住了 這波守住之後 我覺得SAN就非常的有機會了 是 雖然說蟑螂沒有重開爬好慢 但是 也反壓過去了 對 用這個數量來壓制它 後面持續的在爆狗 哇 真的夜化蟲源源不絕 他的頭皮發麻 這個包兵的速度實在是 有優異的經濟在做支撐 這個包兵速度實在是太可怕了 對 蟑螂也緩緩的爬過來 哇 上不去 現在SAN可以考慮做一個反壓了 或者是等自己的科技都成型在壓 現在SAN不管在經濟上 還有部隊的數量上 都已經是大幅領先了 人口多了50耶 對 50個單位耶 很怕人的 哇 這個 這個 SAN的價值也浮現出來 對不對 SAN的王牌 兩個 SAN的王牌 哇 現在Nifi 還有沒有辦法呢 現在Nifi 剛剛可以看到左上角 身材力表 Nifi想要轉他最愛出的影刀 但是 這個影刀能夠扭轉嗎 還要看這一個 SAN有沒有監察王蟲 我們可以看到SAN現在 還沒有監察王蟲 但是看到 因為他有自己的二級主堡 所以一看到影刀 然後馬上轉監察王蟲 其實還來得及 所以我認為 呃 這個還是SAN 應該還是有 還是比較 有贏面比較大 所以他現在也有二本的 對 還可以馬上的來轉這個 正常隱形的監察王蟲 哇 現在SAN要轉 感染蟲了 也是 蟲王蟲 對 都來都去的 對 感染蟲 對 感染蟲 這個目前大部分看的 好像比較多是 真駿真身 對 還沒有去把那個兵 變自己的兵 給去嘟人家 如果遇到對手出那種很貴的兵種 像是巨象 好 要遇到貴的才再來下手 對 太便宜了還不想下手 對 太便宜了 不划算 唉唷 引刀出來了 黑暗仙堂武士出來了 一次三隻 這是兵分兩路 看不到 看不到 蟲竹現在還看不到 現在有沒有意識到呢 他好像沒有發現 他應該沒有發現 飄過來了 對 一個烏烏的東西飄過來了 他要去砍什麼 砍蟲 都進副本了 一個 喔 先發現了 馬上變監察王蟲 那我們引刀進入了這個 二礦副本跟三礦副本 開始在刷蟲 對 一刀一個啊 哇 這一刀一隻 我們看一下蟲蟲的損失數量 現在損失 保住 好 這個劍草蟲也出來了 哇 現在 Nephi用剩有的部隊想要潛壓 但是這個部隊也很危險 可能會被剩的大部隊直接包住 哇 真的一刀蟲 鋪牽在地而來 一刀蟲太多了 那個反打過去 Nephi 可能會 零臨城下可能會擋不住啊 對 而且蟑螂也是 一波一波的接著過來了 這個一刀蟲得冷火 蟑螂真的爬得比較慢 對 長得翅膀的異化蟲 喔咬 現在領先了一圈 一百人口 對 現在蟲組領先一百人 對 蟲組領先 剛剛172對70 好啦 對啊 這個Nephi可能覺得說我剩兩個衝突在打嗎 對啊 比這麼多 好 這一波應該就很難守住了 建築物 這個長城一被攻破 現在已經要殺進去了 先用立場掙扎一下 但是 狂戰士擋住 但是還是不行 全部進來了 Nephi應該要被迫的 哇 Nephi想說 早來晚來還是來了 對 還是來了 上一次這個 Stand的第一場比賽 沒有遇到Stand 這一次還是遇到了 唉唷 這個重往這邊很簡單 他看了三跨 有一個空窗 就是他守住 對不對 那個關鍵 然後現在 繼續 又守住了一個賽末點 怎麼一來呢 使得雙方戰勝了 2比2平手了 休息一下 再來看決戰的第五回合